直到看到周树除三汉 主演网传片酬爆肝 大家这才知道 内地和台湾的影视差距有多大 阮今天饰演男主陈桂林 没想到不演偶像剧的她 演技这么炸裂 网传片酬80万 看似很多 但和内地动辄上千万的片酬相同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王靖饰演陈小美 毕竟是个新人演技一般 也没什么知名度 片酬是30万左右 然后是饰演男二号的相当攒谱 老戏股有些知名度 剧中最狠的人 戏分不少演技在线 广传片酬60万 可以说非常的雾美价廉 李李仁饰演陈辉 即便现在的她已经很少出现在大屋的时候 但演技依然在线 片酬40万左右 陈以文饰演尊准 是演员也是导演 剧中伪善的两幅面目 看的人头皮发达 她的片酬也在60万里 这部电影的片酬看似不低 可也是普通公亲家庭10年的收入 不过和内地的片酬相同算是少 并且据说该片成本几千多万 能拍出这么有质感 炸裂剧情的电影 不知是打脸多少国产电影 要知道 麻辣卡 据说投资3.5亿 第二是投资4亿 飞驰人生2亿 投资2亿 这里面又包含了多少片酬 还真是令人唏嘘 直到看到 唐燕和杨幂巴黎看秀的代理 这才明白咖位的重要性 巴黎时装周这几天众星云集 热闹非凡 唐燕看似是858第一位 被圣罗兰邀请看秀的女性 但待遇着实一半 她虽然身穿2024春夏新款 但却被爆出状况不少 并且国内热搜平底 可见汪小姐虽然电视剧地位上升 但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还是不同 你看中楚戏 受伊莎贝尔马兰邀请汉秀 还穿了两套2024春夏新款 并且一套红裙还没上热搜 可见她的时尚地位 红为858的杨幂 作为罗一薇全球代言人 人还没到秀场 就凭借一张下车图本上热搜 汉秀时 身穿2024超级毛领皮带 价值上万的高跟袭 气场全开走路带风 女王饭十足 那场坐在集团总裁顾问和长公主身边 下了秀场还有品牌设计总监亲自招摔 她的时尚地位不言而言 今天刘亦菲也亮相巴黎 受LV邀请探秀 作为全球代言人待遇自然不差 身穿2024春夏新款 全场保镖互送 后台和品牌创意总监同框合影 美艳大方自信从未 一大早就美上热搜 可见刘亦菲时尚地位和影响的 除了刘亦菲还有周冬与欧阳娜娜 宋庆丽丝等都有亮相的LV大秀 不得不说LV的代言人是真多 演员就连吃饭都在考验演技 你看这是杨阳老师吃苹果的表演形式 非常夸张地咬上一口 结果只是啃掉一点皮 她要在嘴里一直救 一言假的空气吃法仅此一言 反观赵丽颖 剧中不管吃什么都是真事 手抓蛋糕真是不作风 就连被劈上去的包子都吃得津津有味 带泥的胡萝卜抱着就买 小吃货名不虚传 成龙才叫真敬严 红红的小米辣抓起就往嘴里散 虎舌头的样子绝对不是演员 而杨阳演戏时 一口雜物都不愿入口 夹起来碰一下就开始咀嚼 难怪旁边的杜唇会是这个表情 你看尤本昌老前被拍摄击攻势 手上的鸡腿因为拍摄时间长都放潮了 但只要导演喊开始 尤本昌还是开心的大快躲 这样有信念感的演员值得敬意 张汉吃戏虽然是真吃 但拍摄效果还不如不吃 谁吃蘑菇是吸进去的呀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反观杨子距离想吃过的人设真不胜 小笼包一口塞 蛋糕都是整个端着吸进嘴里 虽然有些夸张 但确实是吃货看见美食的真实汉 李庆白鹿园中演饥荒年代的人 看到野草是哭上去的 连草带涂往嘴里塞 即便想吐也要强迫自己咽下去 看上去就是一个快要饿不行的人 这场吃戏也让他成功提名白鹿园 可见他演的有多好